如果這些原則能夠臺灣 成為50年 成為一個自然的民主系統 前美國國務卿季辛吉 也是中美建交重要推手 視訊參與齊聚商業領袖的 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 被問到拜登說會軍事協防台灣 季辛吉強調 中美應尊重合作原則 點名臺灣不能成為中美談判的核心 與會的共和黨議員支持 適度恐嚇中共 但認為派兵恐怕面臨現實因素 梵清略成為共識 拜登一句話讓兩岸糾葛在國際間發酵 TVBS新聞李明輝 劉婷婷 瑞士達沃斯採訪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